就连前总统欧巴马也传出了倒戈 甚至重量级的金主也出招了 扬言如果不换败 就不会捐出29.3亿台币的钱 面对党内的逼宫 拜登依旧出席造势的活动 喊话说要参选到底 比特律造势场上支持者力挺到底 拜登也坚持不退选 全力重振绅势 但从首场辩论会后 再到北约口误风波 民主党内换败声浪只增不减 至少有18名参众议员公开劝退拜登 而且党内大佬不止前众议长裴洛西 连向来挺他到底的前总统欧巴马 都传出倒戈 党内希望两人尽快表态 以免在选前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 造成更大损害 北约记者会后 庶民民主党重量级金主 甚至表明如果拜登执意参选 将冻结先前承诺 大约29.3亿台币的捐款 雪上加霜的是 同样是选举资金一大来源的好莱坞 济南星乔治·克隆尼公开要拜登退选后 奥斯卡影帝迈克·道格拉斯 受访时更直言 他难以想象拜登能做完第二任期 最新民调显示 67%的人认为拜登应该退选 但谁来接班呢 拜登团队传出正暗中评估副总统贺锦丽接棒 但根据民调 贺锦丽参选支持度49% 也只高于川普2% 北约峰会上拜登两度口误 多位外交消息人士抱怨 拜登夺走北约焦点 毁掉大家几个月的努力 另一边坚钱不愿表态的首富马斯克 外川以低调捐款给川普 而且金额庞大 民主党内人心惶惶 选情岌岌可为 接着李清聪报道